好 各位高論大家好 歡迎回到亞洲新聞 開始之前想說一些小事 最近有一個觀眾認出了我 是嗎? 是 就是一個小小小的一個異性朋友的姨媽 我還記得小小小小是異性朋友 因為各位朋友我們早晚吃飯 她說一下就說 我媽傳了一些東西給我看 然後就說 你看那個人是不是就是亞洲電視的聲描 類似這樣的對話 然後就是這樣 那她異性朋友跟你有什麼關係? 是朋友 漂亮不漂亮的? 都OK的 做哪一行? 做哪一行? 都是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但是你對她有沒有好感? 都是朋友來的 還有人家有穩定交往的對象 雖然在我的邏輯就是對手只有一個 但是我想我應該贏不了 所以就是朋友是朋友 對手只有一個可能大陸的對手就熟了 是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新聞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英國大選是未揭中的 我們播的時候應該 數中 數中 應該在香港時間12點就會公佈 但是基本上根據英國當地的一些票站調查 司機嫌領導的工黨應該會贏得410席的大多數 有些報道是411或412的 對 所以根據那些調查超過410的 而因為英國國會議席650個 她就贏了 變相另外的黨就少很多席了 包括執政了14年的保守黨 根據這個調查 她就會由346席降到只有130多席 沒有200多席 是的 另外還有那些自由民主黨 還有一個反移民的改革黨 對香港的改革黨 都大約獲得100席以下 合起來都是沒有100席 她總共有650席 被人佔了410席 佔了三分二 然後這個是1832年以來最多的票數 可以知道工黨近來的氣勢如虹 保守黨 我不明白的就是為什麼 保守黨能夠做到今天才選不到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 能夠頂到今天 很多可以有不上任票 或者所有的事情 可以有由頭選過的 她一直都沒有 一路可能等等等等 讓她... 有些是提前大選 有些是提前大選 但是帶你毫無疑問 來個瘋子佬頭髮的樣子 再來個女人 再來個新衛城 再來個差的話 都應該是... 都還未輸 都是災難成 那你便將... 那你便將... 這些人便將這些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會打到你的黨的成本 成本 成本就一次過被人救了 大師你怎麼看呢 如果接下來工黨執政 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我不知道 不過現在這個施己燃 將會應該將會做... 因為她已經選道了 所以她取選她贏了 所以應該都毫無疑問 而410席的話 即是... 我給你350好未啊 都殺了 應該是已經贏了 一贏到這樣的話 應該毫無懸念 那現在呢 這個施己燃呢 據說她的律師事務所的大狀 是 是 她的chamber 她的chamber呢 就是跟黎智英黨官司有個chamber 即她幫黎智英黨官司 是的 沒錯 但是當然她未必一定會 我不知道她們會不會是... 這麼看著整件事 這麼看著整件事 但是做一做就好 因為如果被保守黨繼續下去 那蘇格蘭獨立都... 再公投 不過她們未必給蘇格蘭獨立 再公投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一次搖鬆了 不過... 英國還是沒有夠 它的情況比法國好一點 因為它已經脫勾... 脫勾... 其實英國在脫勾的影響 只不過是沒有了一些 business partner 她都還想跟... 還想跟那個叫做... 叫做... 歐盟做生意 但是呢 沒有法國失了西非那麼厲害 法國失了西非的話 就失了整個... 失了整個那個叫做... 奴隸和廉介資源 就是你失了一個... 拍檔 大惡一點 就失了一個奴隸拍檔 大惡一點 那當然失了一個奴隸大惡一點 而且是... 法國人普遍來說比較難一點 你要再回來 但是... 法國的好處就是在歐洲中心 所以呢... 它... 在地緣方面就會有利 它不是在歐洲中心 但是在歐洲... 德國寫進去中心一點 但問題是在地緣方面呢 就是... 有利一點的 因為始終在歐洲大陸... 現在是陸權的世界呢 在歐洲大陸上... 是英國一個賭國 在... 一百年前的時候就會高一點 是... 我都補充一下我的資料搜集 如果跟香港有關的呢 就有這個... 在英國活動的Wall for Hong Kong 搞了那些... 承諾書啊... 或者是真正的表 給那些議員... 那些候選人去填的 那麼... 有五十八個人呢 是有填到的 那... 他填了意思就比較正面一點 那... 包括是有些簽了一個承諾書啦 有些呢... 就... 回覆了... 他那個Wall for Hong Kong的一些... 關於香港人... 在當地權益的一些... 問題啦 那... 或者就是... 他有個聲明是... 可能他說... 我會支持香港啊... 就是天花龍鳳一堆東西 那... 那... 有五十八個候選人呢 是有回覆的 那... 但是當中呢... 就有些是同選區... 就全部都回覆啦 有些就是一個選區個別回覆啦 那... 那... 不知他們最後當不當選啦 第一就是... 英國當然是... 香港人都不會有很多大票 現在這些媒體吹到是關鍵少數的 就是可能在很特定某些選區那裏 信你就... 信你就... 信二成都成... 人家贏都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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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不明白嗎? 關鍵少數關什麼L件啊 是不是啊? 剛剛說... 你說... 你是拉鞋的又什麼呢? 第二就是... 所以... 香港人... 應該這麼說啦 在現在這個... 整個世界... 在這個地球上... 疑英港人物百貨交換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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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的國... 離開了中國的港人 基本上... 他們的力量是零... 他們是負數來的... 嗯... 你今時今日... 你是說... 你... 還有聽過羅冠聰啊... 走出來講話嗎? 真的比較少 不是... 因為他們沒有價值嘛 哦... 即是... 用完即棄了已經... 其實... 你不發現... 其實跟所有的一樣... 你不發現... 疑英港人在香港快速地消失... 消失就是... 那些... 吸引力嗎? 而台灣人一直都看不起疑英港人的嘛 台灣人都看不起疑去台灣人的... 看不起港人的... 無論是疑英港人啦... 疑台港人啦... 以及... 香港人... 台灣人都看不起的嘛 嗯... OK... 大陸人他看得起的... 而呢... 他們不知道就是...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哪裡 就是... 當... 你只有在一個國家呢... 非常之強盛的時候呢... 你才是... 他們常常希望中國越仆街越好 其實... 但問題就是... 中國越強盛呢... 你在那個地方才有地位 都是... 但是現在你是對... 雖然強盛但是對家來的嘛 是... 對家來的嗎? 親家來的嘛... 所以... 現在他們在那裡呢... 就... 幸好不打仗 他們希望打仗 如果打仗他們會立刻生入集中營 OK...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壞 但是他們不知道... 那當然啦... 他們能夠... 去到英國... 或者去到台灣... 或者去到很多地方... 就因為他們對於那個現狀... 那個判斷是太差... 嗯... 就是那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嗯... 對嗎? 所以是... 因為... 所以如果他們是判斷證 他們說他們不會走到今時今日 要著醋這個地步... 對嗎? 而他們的判斷... 周時他們的判斷呢... 就是那個錯誤在哪裡呢? 這是一個思考方法... 是... 他們的錯誤就是... 他們判斷中國那樣東西可能是對的... 哪樣東西呢? 即是對中國的很多判斷可能是對的... 是... 但是他們對西方的判斷是錯誤的... 而且... 這是不是選擇的... OK? 你親中不是一個選擇... 因為你去到另一個地方更加壞 之後你的選擇... 他們知道這一邊的選擇不好的了... 是... 但是他們不知道那邊的選擇更壞 OK? 即是你只認識到一邊... 認識不到另一邊... OK? 問題就在這裏... 即是你是不是好像我那樣... 相信了西方那些... 那些判斷呢? 是... 是... 所以他們對中國的... 我不能說他們對中國的... 現實是差... 至少中國的確是批鬥著有錢人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實來的... 我們不需要否認... 但是問題就是... 即是很輕微的... 如果都是以前的話... 就是相差很遠... 以前第一就是... 有錢人都要坐牢... 第二就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都會幫及到... 現在中產階級都不會被幫及到... OK? 只不過是... 那些樓下跌了... 就是中產階級最嚴重... 但問題就是... 他們對中國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而且對於西方的判斷也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西方的判斷也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對西方的判斷很嚴重... 到了最後你會發現... 西方... 你說言論自由... 你看看他們對以色列是怎樣... 你說他會不會壓迫人... 你看看他... 言論自由... 或者他對於... 對於一些... TikTok啊... 或者之類的... 他到最後會迫害你... 你以為西方是不會迫害你... 到最後會迫害你... 是... 好... 我們看完英國的消息... 看看明天他們的最終結果是怎樣... 可能今晚知道... 對... 應該... 明天我們做新聞的時候再說多一點... 明天我做你做嗎? 我意思是我們的同仁去做的時候... 我又... 不要說我們... 是... 第一你沒有份... 是... 我都沒有份... 是... 所以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軒仔做的... 是... 亞洲電視的同仁... 亞洲電視的同仁... 鞠躬... 我們又關注一下... 拜登的選情啦... 拜登就在電視大便論那裏表現欠佳啦... 紐約時報報道... 星期三... 跟拜登舉行電話會議的... 亞利桑那州的眾議員... 成為了繼德州的眾議員... 之後... 第二個明確呼籲拜登退選的... 國會民主黨議員... 另一方面... 路透社都說... 跟拜登舉行會議的... 二十四名民主黨州長... 和華盛頓特區市長之中... 只有紐約州... 明尼蘇達州... 和馬里蘭州三個州長... 在會後的記者會... 是表明會繼續支持拜登... 是... 即是... 競選總統的... 而拜登表明呢... 就是... 他也是不會退選的... 會繼續爭取連任這樣... 是... 最重要的是... 因為太多人退選...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新聞... 而且是非常大的新聞... 因為大家... 因為民主黨未正式提名... 所以他還是可以換人的... 而呢... 拜登呢... 他是... 因為他之前那些... 盤根挫折真的很強... 即是那些... 帶一些利益... 瓜葛... 是... 所以呢... 以前真的很厲害... 所以呢... 他呢... 他的... 競選基金呢... 在大陸部最近的時候... 即是之前幾天說... 被告之後... 之後呢... 判了罪之類... 之類... 的時候呢... 有一個新聞就說... 他的捐獻急速上升... 但是跟拜登都差很遠... 而一般來說呢... 在美國來說呢... 如果... 捐獻呢... 是多的... 就多數都會贏的... 但是如果捐獻那麼多的話呢... 贏的機會就很大... 雖然是特朗普時代... 特朗普時代... 因為用了很大量的社交媒體... 所以捐獻少的人就贏了... 但是問題就是... 即是曾經贏過... 第一次... 但是拜登... 如果... 當你捐獻那麼多的時候... 很多大佬都還在支持他... 雖然很多大佬都在勸退... 是... 好... 我們呢... 看完英美的消息呢... 英美鬼畜... 哦... 英美鬼畜... 你有沒有聽過英美鬼畜... 沒有... 即是鬼是畜生... 是畜生的鬼... 即是兩個壞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誰對英美的看法... 這個就是... 日本仔... 當年跟英國、美國打仗的時候... 對英美的形容戰容詞... 對於鬼畜... 我就想起另一些東西... 我這些年代沒有看... 這些英美鬼畜的東西... 我那個年代都沒有看的... OK... 那些是一九四幾年... 就算我... 就算我老了... 我都不老了... 那時候是幾年出生的... 是... 我們呢... 關注一些香港的重要消息... 就是這個... 香港大學的... 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呢... 蔡同斌呢... 就接受... 內地財新網的訪問呢... 那他因為呢... 就... 他們爆出這些... 用假學歷去報... 他們那些課程的情況啦... 那他就說... 這些假學歷呢... 主要是來自... 海外高校的學生... 那... 內地和香港的學生的學歷呢... 全部都是真的... 還有... 因為他是通過... 就是... 一些部門去查核之後呢... 發現呢... 現在呢... 就... 有三十幾個人呢... 是假學歷申請學歷的... 那... 他估算呢... 最終是... 可能有八十到一百人呢... 都是假的... 那... 蔡同斌又說... 這些涉案的學生... 全部都是中國人... 那... 去年呢... 發現有些網上中介... 聲稱可以保證學生獲得取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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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呢... 隱蔽性極高... 甚至是偽造... 紐約大學的成績單... 學位證... 甚至... 信封和封條... 都是真的... 就是... 最重要是做得... 做得好似... 就是... 許許如生... 而... 院長說... 這些黑中介... 收費高達五十萬... 部分中介... 存在兩頭欺騙... 那... 他都很好... 保護學生... 學生就不知道會偽造學歷... 那... 也有小部分的學生... 和家長知情... 甚至主動參與造假... 而警方回覆查詢... 西區重案組和入境處... 先後在6月22日和7月頭... 就拘捕了兩名24歲和34歲的內地女子... 涉嫌行使虛假文書... 和向入境處人員作出虛假陳述... 那他們是持商情政來講的... 那... 就... 準備提堂這樣... 是... 所以入境的時候... 就被香港警察拾作了... 那就是... 其實最重要的是... 因為香港... 即是這樣說... 港大經管學院... 即是經濟管理學院... 那他們應該是... 是... 很專業的... 是... 但都被他們騙了... 是... 即是證明騙那些人是很專業的... 是... 因為他們不會去... 特別去查證這件事... 但是他們見慣那些 document... 是... 他們信那些 document 是真的... 是... 所以那些 document 是做得很專業的... 是... 是... 但是為什麼會 document 做得很專業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我想... 最重要的就是... 呃... 因為他們不是那些 document... 因為一定是做很多... 很大量的經營... 才是... 他不會特別為你入港大去做的... 嗯... 所以他應該在大陸... 是一個很龐大的生產鏈... 是專利生產這件事... 嗯... 即是說他賣給大陸人... 其實他主要不是來申請... 學讀港大的... OK? 他主要是申請我來... 在大陸... 申請到大陸... 其他那些公司... 嗯... 去做事... OK... 明白嗎? 譬如紐約Ur那些... 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如果哈佛Ur的話... 其實那些人一定會問你... 喂... 那你怎麼可以申請朗銀公司... 嗯... 嗯... 所以... 所以... 現在我相信...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大陸你會發現... 是... 嗯... 現在呢... 是... 直接... 不請海外畢業生... 是啊... 這個是真的... 因為太假... 可能他未必是覺得假... 他覺得你太差了... 甚至是讀M.A.那些... 都不是很想請的... 知你就是去... 即是... 在內地都搞不定... 有些錢... 是啊... 所以現在內地那些... 因為被人這樣做... 但是... 如果在大陸... 你復旦... 這樣... 很多同學... 你不能騙的... 是... 對不對... 你做復旦畢業... 所以... 他就一定是在海外的大陸... 所以... 現在整個假的生產鏈... 就好像... 做假代一樣... 在假的生產鏈... 整個這樣做... 嗯... 是的...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現在就在大陸... 證明那個... 證明有多少人... 你可以證明80至100個人去做假代... 可以是... 到達什麼地步... 我想... 在大陸... 整件事是領人發展... 這個是冰山一角... 香港人有好小事... 我在嶺南大學... 做那些碩士課程的主任... 其實他去嶺南大學... 排名都已經不是很高... 但他隨便開一些... 不知道什麼歷史的碩士... 都在講幾百人報名... 是收爆了... 我就這樣講... 嗯... 你不要說別人家是嫖客... 因為你就算了... 嗯... 香港讀M.A.都是... 讀M.A.都是... 公開和妓院一樣... 嗯... 都是... 對... 大家都知道... 即是... 全地球都是... M.A.除非你是... 除非你是... 除非你是... M.A.除非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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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現在已經在幾十年來... 就發明了... 用Master來去收錢... 這個是一個... 就是... 如果做這一行的話... 做... 即是... 食學術界這一行的話... 都知道這是事實來的... M.A.是... 是... 跟著... 又去回... 本地的消息了... 話說呢... 九巴呢... 就昨天... 都幾... 有一個看點的新聞就是... 他們就說... 在7月1號開始... 推行全港首條女車獎的專線... 就由天水圍中心來往... 聯朗的得業街... 他們有11個女車獎駕駛的... 部分女車獎都住在當區... 而... 九巴呢... 都在... 天水圍市中心的總站... 設立了女車獎優先使用的休息室... 希望... 吸引多些女性加入九巴... 以及... 希望打破社會定型... 而... 比較有趣的是... 他這條路線呢... 就是六九路線... 那... 不知為何... 很多女車獎就是... 握一條線這樣... 是... 六九... 即是將軍澳嗎? 不是... 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 怎樣分辨... 但總之這條六九線... 就在... 天水圍那邊... 哦... 好像是... 是... 我... 都不是那麼熟悉... 其實我都不是... 所以我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 現在的路線排列... 已經是沒有... 以前都有一些順序的... 但現在就... 就是... 是... 我相信就是... 女性開車在這裏... 都比較危險一點的... 為什麼呢? 我們打破女性開車嘛... 但我想... 如果女性開... 做車長... 做什麼呢... 做... 做開車的話... 可能... 如果開巴士的話... 可能會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男性可能... 有什麼酒... 女性... 整個人的思維是比較穩定的... 但問題... 女性開車比較差一點... 而且有些很燥... 但那些開私家車... 我想... 駕巴士會比較好一點... 但...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 什麼時候CK被車長呢? 現在就是那些... 現在就是那些... 很多... 語言正確的... 即是... 朱玉切割員那些嗎? 是的... 朱玉切割員那些... 即是... 這些是被車長... 那些車長都比較好聽一點的... 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或者... 可能... 也不是叫朱玉切割師... 是的... 都比較厲害的... 是的... 即是你要批割道竅... 即是你這樣切又不... 刀又不頓... 又可以很快手... 掛掉那些肉... 是的... 就是朱玉切割員之類的東西... 好... 另外呢... 就話說... 在這個... 中環的海賓活動空間... 即是... 在摩天倫附近... 就... 在今天開始... 去到8月11日... 就舉行這個... Summerfest at Central... 中環夏至的活動... 最特色呢... 就是它擺了五個... 巨型充器... 白色的世界奇觀... 就包括... 巨石陣... 智利那些... 石像... 埃及的... 吉薩金字塔... 意大利的比薩斜塔... 以及法國的海旋門... 這樣... 當然就... 就是... 有些旅客就說... 欸...很新奇喔... 我們先去打卡... 但是... 明日起喔... 明日... 即是昨日... 即是今天起... 但是... 今天起... 應該... 已經吹脹了... 哦...已經吹脹了... 好... 但是... 我都好像... 以前記得有些... 有些相片... 現在立刻就... 找些相片出來... 是的... 都... 挺特別的... 是的... 大家看一下... 上網搜尋一下... 那些相片是這樣... 這就是打卡經濟啦... 是的... 因為... 我不知道算是什麼啦... 但是... 你覺得... 其實... 挺有創意的... 為何會... 吹脹香港這樣...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香港人發明的嗎? 我... 這個真的... 沒有留意的... 但是... 雖然都... 有些人找到錢的... 是... 是... 有打卡的話... 有打卡的話... 是... 是... 弄點心心的... 就是... 好... 跟著呢... 我們看回... 另一宗港聞都幾轟動... 就是... 話說呢... 在... 早兩天... 就有個男童... 就是將軍那個商場被人綁架... 那... 跟著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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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穩定幣呢... 就去... 去... 交約贖金... 那麼... 那... 警方昨天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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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救了... 那... 就... 那就... 那... då... 那... 但是你如果不認識藍同一家 你怎會知道他可以給500萬呢 所以很神奇的人 所以沒可能知道 就是這樣 但是為何要綁架他呢 你很確定地去綁架他 但是我要奉獻大家 現在只可以網上犯法 如果你不是網上犯法 那時候也要勸大家不要 網上犯法你都要很小心 你都要很難 都要很專業才行 所以我講現在真正那個 大件事在哪裡 就是我那個律師朋友 他讀那件事 我講過幾次 他讀了一件案件 他讀律師的時候 那個古惑仔跟他說 我們又不是黑二代 爸爸很厲害 有沒有讀過書 我們怎樣做黑社 我們不能賣軟仔 我們都是賣的很便宜 就是翻版 現在做黑社會 想做壞事 你都要是知識經濟 你都要讀那些書 讀書的時候 就是保證你 如果不讀書 你連那些都沒有 但是讀書的時候 你都是沉死路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左是死路 又是死路 所以都是追蹤我們亞洲電視 就聽聽大師 哪裏生路 應該這樣說 麻將自己神經 這些叫做奶頭落 是 即是說 你說自己奶頭落 大家做奴隸 就沒那麼辛苦 是 是 好 最後看回兩岸國際的新聞 昨天 上合會議 這個世界就自關重要 顯示出自己 上一盒組織就是他自己做大佬 金磚實際上就是 其實是俄羅斯發起 雖然昨天有人指證我 不是economist 我昨天說是economist 已經是Goldman Sachs 我終於記起了 是我研究員出來 最初就玩 來吸收錢 吸收錢 即是他沒有發起了組織 他是brand了名字 他brand了名字 但無緣無故就 是俄羅斯發起 是的 這樣就是 最初是五個 Blake's技師 即是那五個國家 所以就是這樣 看看有什麼看 另外 在江果民主共和國的東北部 有一個生產黃金的一個省 叫伊圖利省的礦區 近日遭到一個民兵的襲擊 造成最少四名中國公民死亡 外交部發言人說 要求當地盡快追捕 以及依法嚴懲民兵 以及要保障當地 中國公民和企業的安全感 你看江國民主共和國 是江國金還是江國什麼 有兩個 總而言之 是 就是盛産黃金的一個區 之前在菲律賓 有兩個中國公民就死了 有兩個中國公民就被人綁票 被人撕一票 那兩個就很慘 應該中國就要走去 他要去 雖遠必珠 最好就是 去到時候就強烈要 要什麼 如果不是就 直接是 入侵江國 大家都希望 如果不是 我現在走過來 我就派一隊 戰狼部隊 一百個人叫人過來 我們調查這件事 以及我們直接在那裏扮人 這樣就為之威了 因為其實這件事也挺有趣 是 我們知道美國有那些什麼 黑水 那些 民營的武裝 黑水是很久之前 改了名字 俄羅斯好像也有類似的東西 但是又不是很發達 所以變了 其實 我認識的人想搞 是嗎 其實應該在香港搞 因為香港才盡搞 其他地方不盡 我想最煩 我之前也有做過小研究 很多法例上 法律上 包括當地 保護的地方 那裏有法律 以及中國本地的法律 所以就 第一就是中國本地的法律 所以不用想 第二就是香港法律 所以俄羅斯的法律 在香港 第三就是 在那裏行不行的時候 到你行不行 OK 美國難道你特別行嗎 以一刻 你喜歡之後 給你任由什麼國家 你就可以了 那你的朋友 你什麼時候搞 有沒有機會搞得成 他說 可能要去緬甸 去跟軍政府談些事情 我朋友出來做這些事情 他記者出身 所以專門是無法無天 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記者是無法無天的 你知道嗎 OK 好 最後看多一單 就是陳國基 就是我們政務司司長 基哥 基哥 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 就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 他們就在瑞士又六亞開會 在會議裡 基哥表示 今年三月 在市民和立法會壓倒性的支持之下 香港終於履行憲政責任 本地立法 這個二十三條 保障國家安全 市民就不再需要擔心暴力和破壞日子會重現 重新過著和平繁榮的生活 並且充分享有憲法保障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他應該都說去公廷會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你可以知道幾位 代表中國代表團副團長 中國代表團副團長 這件事最威風的 可以知道他幾吃香 因為你知道政務司司長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所有標靶 就算我們罵人 我們也罵了陳茂波圖 也罵了李家超 所以就不會罵到陳國基 而陳國基 因為他在中國很久 而且很飲得 所以阿爺應該很順利 其實現在是紅人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是大紅人 所以就這樣說 因為這件事最重要是他做副團長 去到也是官白股 因為間中聯合國也有些會 你有錢 有張機票 你懂得說英文 你自己都可以飛過去去說些事情 其實香港也有一些這樣的案例 有一些就是英文好一點的專業人士 有些就是本地色彩重一點的政黨 他會過去那裡說一下英文 拍了張照片非常好看 不過阿基哥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 又威風一點 威風一點 威風一點 好 我們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他要把她分享給我 更多聞香 我好像很高興 你覺得她會不會出現 你覺得她會不會出現 對她會不會出現 我會不會出現 DEB